我也说了 把营业时间往后延一延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这样做生意就对了 这样才能生意兴隆 对啊 二姑父 你们公司那大美女赵铁丹 刚吃完饭 回公司又加班去了 啊 丹丹刚才在这吃饭的 哎呀 忘了签我就问你 我们公司的丹丹漂亮不漂亮 好看 真好看 我跟你说 那丫头不光好看 人家心眼还好 任劳任怨 我们公司加班加点就是她 好好向她学习啊 好嘞 好嘞 对了 二姑父 你不是出差了吗 你是不是知道赵铁丹今天过生日 特意赶回来给她个惊喜的呀 完了 我今天这个飞机大物取消了 哎 等会儿 你咋知道是丹丹的生日呢 啊 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啊 有人来个电话 说祝她生日快乐 哎 对了 啊 打电话那人是你不 你瞎别瞎 别瞎说 你真好邻居们听见以为我是啥人呢 不是我 不是不是 哦 今天真是丹丹的生日啊 对啊 你看看 人家孩子为了咱公司加班加点 生日都没过 你说咱这当老板的 哎呀 这么的 小茄儿啊 来 这有三百块钱给你 给我的啊 一碗嘎嘎汤用不了这些钱 什么玩意儿 我喝嘎嘎汤从来都是赦账 那顶账吧 那就 你顶什么账 我跟你说 去买个生日蛋糕 给丹丹送过去 让他过个生日 好嘞 给我二姑父和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喽 这事能操操吗 你知道街坊邻居们听见不得误会呀 街坊邻居们一听见不得给二米利说呀 二米利把我两条腿打折了 你伺候我呀 是哈 二姑父 那我嘴不言呢 我二姑一问我肯定说呀 我跟你说 王小茜儿 这事很严重 跟谁都不能说 知道不 行 我知道了 去吧 等会儿 干啥去呀 小茜儿 我二姑父 让我给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啊 你这个嘴是不言 刚跟你说的 不能说嘛 是不是你问你我嘛 我问你也不能说 记住没 我知道了 打死也不说呗 打不死也不能说 打死打不死都不说是不是 都不能说 我知道了 干啥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脑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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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茜儿啊 我来 前世芬 哎 媳妇 你不出差了吗 啊 那个大雾航班取消了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告诉我一声啊 我想跟你打电话 没电了 你看 那你咋不直接回家呢 我饿了 想喝碗嘎唐汤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哎 哎 哎 老年我刚好啊 二姑父 你让我订你蛋糕 我给你买回来啦 二姑父 哎 二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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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前世芬啊 不是喝碗嘎唐汤吗 啊 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啊 小茜儿 我说啥来着 你二姑就是多疑 哎呀 亏了你在这儿呢 媳妇 是这么回事儿 刚才我这不进来喝碗嘎唐汤吗 小茜儿说呀 今天是咱们公司照铁丹丹丹丹的生日 我就掏了点钱 让她买了个蛋糕 给她过个生日 哈哈 前世芬儿 你要跟我撒谎 你可想好了下场 我给你啥啥谎啊 小茜儿刚买回来的 你问问她不就完了吗 茜儿啊 跟二姑说实话 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我不知道 王小茜儿 你咋不知道呢 刚让你买的 你跟你二姑说实话 快点 我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王小茜儿啊 钱顺帆着闭嘴 哎 你给我闭嘴 人王小茜儿不知道 你让人去指导什么呀 你告诉我指导什么 我发现你现在演技 是越来越高了 哎呀 出差 飞机晚点 喝嘎唐汤 然后买蛋糕 被我撞上了 往人赵铁丹身上推 有意思吗 不是 我今儿跟赵铁丹 在一块工作一天 他怎么没跟我说 他过生日呢 人家 我告诉你钱 你现在就跟我讲的 没有用的是吧 你这时候你得说实话 你老人王小茜儿说什么实话 哎呀 我不知道 你这王小茜儿说什么实话呢 打死打死什么 你让人说话呀 他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这干啥呢这是 哎 他姐夫 咋的了 钱顺帆他又跟我撒谎了 啊 他给别的女的买蛋糕 啥呀 哎呀 没事没事 有你大姐夫的啊 是不是 大姐夫 太不瞎话了 你干什么玩意你 一天大晚上老说瞎话 你这是什么玩意你 那二米对你多好啊 你这这 二米 踢他 踢他 哎呀 别别别 媳妇 媳妇 这事你听我解释 大姐夫你听我解释大姐夫 不是 解释什么 我跟你说解释 二米 他俩没完 没事 放心有我呢 有我呢我收拾他 干什么玩意 哎呀 这么做你堆得起人二米 别生气 大姐夫啊 情况是这样的 怎么的 我的飞机啊 因为大雾取消了 我就来这喝了碗嘎子汤 王小切说啊 今天是我们公司照铁丹 丹丹丹你见过的呀 他的生日 我于是就让 就让 就让王小切 给丹丹买了个生日蛋糕 就这点事 顺芬啊 你下回编瞎话的时候 能不能编个高级点的 啊 怎么用照铁丹呢 我真没说瞎话 哎呦我的妈呀 还没就没照照铁丹吧 这回 不是不是 这么着这么着 在什么 我对灯发誓 你闭嘴 哎 你千万不能对灯发誓 你上次发了一个誓 咱小区停电半天 我要是撒一句谎 天杂五雷轰 你闭嘴 你上次发了这个誓以后 咱那连续下了好几天暴雨 那好吧 我以前说风的名誉 你拉倒吧 你还有啥名誉 大姐夫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这么点 你给赵铁丹打个电话 你问问他 今天是不是他生日 哎呦马千十分 你以为我不敢打呀 你打 把电话号把告诉我 13964559488 我可按了 打 打 我觉得这回倒不像说瞎话 你真没说瞎话 我说的是实话大姐夫 你说实话你就跟二米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谁知道呢 我说实话他不信呢 谁让你老说瞎话呢 你看他们的造型 啊 大姐夫 今天我是过不去了 我跟你说你替我扛一下吧 你以后你还说不说瞎话 我不说了 大姐我求求你了 你替我扛一下 我给你扛一下 扛一下 每次出事我都替你扛 求你了 哎 我大姐夫一声叹息 证明他可以替我扛了 真是 大姐夫 你说我怎么替你扛啊 我现在跟他说蛋糕是这个事 他也不相信呢 不是 365天你都替我扛下来了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不替我扛 街坊邻居们你们答应不答应 你这怎么给你扛啊 我说蛋糕那我给谁奶的 行了行了行了 到底眼睛明白没 啊 怎么回事 啊你啊 哎 你最近瘦了 是吗 爹想的没有用的 怎么回事 那个 这蛋糕是你大姐夫买的 你看 他买的 你买的 我买的 你给谁买的 给爸 咱爸今儿不过生日 你妈 咱妈今天也不过生日 我大姐 我大姐今天也不过生日 大姑父 我也不过生日 你别 那钱是分 我不过生日 我过什么生日 我过生日 他能不知道吗 知道你不过生日 不过生日 你教的啥你不过生日 你不过生日 你不过生日 谁过生日买蛋糕 你知不知道 你不有个前女友吗 王美丽啊 王美丽 我给我前女友买个蛋糕 过个生日 怎么的 不合理啊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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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倒挺合理 这合理 但是大姐夫 你不怕我大姐熟你啊 来来来 二米来来来 你过来 今天大姐夫跟你们郑重说个事啊 对 这事儿 谁也不许跟你大姐说 听见没 你这要出事以后可不得了 听见没 别说 那我是我大姐 那我大姐的事儿 我告诉你啊 二米 主要是你这张嘴 你不能说 明白不 你这嘴有名 你知道啥事儿 全小区全知道了 告诉你啊 这事儿不能说 万一我给你大姐吵起来 咋整 你负责吗 大姑父 万一我大姑来了呢 对呀 这会儿啊 不能 这时候她已经在床上打呼噜了 好 好 不是大姐夫我就纳闷了 哎呀 你为什么今天非要给那王美丽过生日呢 这个 二米啊 啊 这里边 有一个 动人的故事啊 哎呦 还有个故事呢 你讲一讲我学学 你学什么学你学点好 你坐这别说话了 这个动人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 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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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都是故事啊 给我讲讲呗 啊 啥故事啊 那个 那个故事讲完了 我先走了 哎 钢子 钢子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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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解释 啥呀钢子 不是大米啊 啊 你这时候不应该打呼噜吗 你怎么来了呢 打呼噜啊 今天超市加班我饿了来喝口鸽子汤 那钢子 啥故事坐着 来给我讲酒还没听着呢 快快快 讲讲讲 我也没我也没听着呢 来来来来 对大姐夫 来把这个故事深情的讲出来 这个动人的故事是 是这样的 说动人嘛 故事是今天我干了一天活 从早上干到晚上我就一口饭没吃啊 到晚上我加班 我饿得实在是挺不住了 太饿了 我就想我 我得吃碗嘎子汤啊 我就爬着就来到嘎子汤店 感人不 动人不 不动人 不动人吗 不动人吗 我都爬着来到现在我连饭都没吃 嘎子汤啊 啊 哈哈 糟了 太感人了 糟了 你吓我一跳 哪儿感人呢 他还没吃到嘎子汤呢 我怕你泪点咋那么低呢 来 我跟你讲那感人的故事啊 就是我大姐夫呢 要给他婚前女友王美丽 过个生日 然后非常深情的买了个蛋糕 准备在这个嘎子汤店那 申请你给王美丽过生日 感人不 赵刚啊 加班是吧 加班给王美丽过生日是吧 你告诉我 王美丽什么时候来 我就在这儿等着我 哈 嗯 半米啊 二米啊 你别跟我解释 我不动 你滚一边去 是不是啊 跟我没关系啊 你和王美丽的事 你别滚滚 行 行 我就跟你们说开了吧 我这蛋糕啊 看见没 不是给王美丽买的 那是给谁买的 但是这个蛋糕里边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有个感人的故事 赵盘子 我告诉你啊 你讲故事可以 你这故事里不能有我啊 有这么一对夫妻 两个人共同一直很稳定 所以她说了一次真话 她老婆都不再相信她 那你说这两口子是咋过这些年呢 是 二米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高级了 啊 因为这个老板的身后 有一个忠厚善良的大爷 喂 你不等会 他还有个大爷呢 我一边去 这里边没你是不是 没我事 这个老板 每次惹了祸了 就给他大爷挖坑 一年365天 他天天挖坑 他这个大爷 就忠厚老实地往里跳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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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365天 天天跳 发挥一直非常的稳定 街坊邻居们记住了 你要想成功 身后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大爷 听见没 哎 大姐夫 光我大爷了 哪敢人呢 泪点马上就来了 啊 当这个老板 把这个蛋糕 亲手送到那个 女员公司赵铁丹 你相信吗 啊 如果我说那个忠厚善良老实的大爷 是你大姐夫你相信吗 信 大姐夫 当你说到大爷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了 谢谢你对你大姐夫的认可 嗯 二女啊 哎 我跟你说实话吧 嗯 今天前顺风回光返照 他确实没说一句假话 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今天确实是赵铁丹过生日 他给赵铁丹买了个蛋糕 你相信他好吗 真的呀 二米莉 你不相信他 你还不相信你大姐夫吗 相信 前日风 哎 你说你也是 这好事你就直接跟我说呗 撒什么谎 我没撒谎啊 我做的都是真的 你不信呐 我家 你为什么不跟你二哥说呀你啊 对啊 王好弦怎么回事 我二姑说了 谁问都不能说啊 我不知道你先怎么 你下回不能找这种猪一样的队友 听见没 什么玩意 二姐 哎 二姐 哎 呦 前总 你也在 赵铁丹 对 不是出门了吗 不是我这是取消了哈 二姐不好 哎哎哎 你打了 我来找二姐汇报工作 虽然火有点多 但是二姐放心 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全完成了 哎呀 前总您检查一下哎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再回去加班重新改哎呀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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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你怎么不跟二姐说呢 这多亏有你二姐夫了 这样我和你二姐夫 代表咱们公司的全体员工 祝你生日快乐 丹丹我代表物业全体人员 祝你生日快乐 丹丹我代表物业家属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代表嘎吱王爹 祝你生日快乐 抽了 抽了 谢谢大家 我为何而努力工作呢 太难了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